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中国足坛接二连三还有各种大鱼落网 包括马成全等等一些中国足坛原来的老臣都是接连出事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球迷其实都把眼光放在这些新落网的大鱼当中 反倒是忽略了之前早早已经被查了离铁了 其实根据此前足球报的报道他们明确指出 离铁接下来预计在5月份就会结束关押 那么最迟就是在5月初会结束关押 那么后续将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包括会移交给相关的一些官方机构 来看看他到底犯下了哪一些问题 然后针对他的刑期进行折日的宣判 所以随着目前已经进入了5月份的话 其实对于离铁来说目前也被曝光了 已经是结束了关押 不过具体接下来到底被判多少年的话 我们还得等待官方的一些具体的消息 不过想要知道一些答案 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此前媒体人给出的一些猜测 从中能够了解到离铁这一次恐怕真的有可能老底的坐穿 首先按照此前媒体包括媒体人透露的消息 我们了解到其实离铁在国足执教 甚至在相关俱乐部执教的时候 做出过非常多过分的一些问题 第一方面就是违规收取了好几千万的一个年薪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违规签约一些自己的球员 然后安排他们进入国家队 贴上标签之后 再安排他们转会去到其他的俱乐部 那么从中占取一定的差额 那么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更加离谱 那就是涉及到赌球以及打假球的一些问题了 所以其实对于离铁来说的话 不管是哪一项罪名呢 恐怕接下来都会受到惩罚 那么关于离铁的一些具体问题 其实此前李平康和冉雄飞他们都给出过一个大概的预测 媒体人呢一致认为离铁的刑期啊 应该有可能在十年以上 甚至有一些媒体人呢 做了一个比较极端的预估说呢 也不排除有可能被判无期 毕竟呢离铁这一次是我们中国足团呢 反腐掀起的一个源头 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所以据于这各种考虑之下 对于离铁来说啊 恐怕接下来是吃不了 兜着走了 上一来啊 随着离铁的刑期 基本上是浮出水面之后呢 对于暂时还没有结束 关押了程序员和杜兆才这些人来说呢 估计啊会长此的悔心了 在此前可能他们只是蒙着中保失能呢 只是想着自己的利益 根本没有想到一旦东窗事发之后 自己到底会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个审判 那么随着离铁这一次的一个整体东窗事发之后呢 也有一个案例摆在他们的面前 恐怕这一次呢会后悔末期了 只是呢这个世界上也确实没有后悔要吃 那么对于这些竹谈的高层来说呢 自己犯下的问题最终呢都要自己去承担 我们也期待一方面 首先接下来呢 对于理解所有的一些犯罪事实啊 一定要公布出来 然后呢怎样去处罚呢 也应该公布一众 那么接下来才能够震慑那些呢 企图伤害中国发展利益的那些相关人士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那些还在关押那些相关高层呢 也一定要彻查他们的问题 接下来才能够给我们所有的球迷一个正确的交代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中国竹谈才能够有朝一日争取 能够卷土重来 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